2020年毕业生就业男的这个话题最近出了热搜榜 虽然年年都有大学生就业男的问题 但今年的这个问题大概率是真的 就和那个段子说的一样 一个大学生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 结果HR迟迟没有通知他上岗 他去问HR为什么不通知他的时候 HR说我被裁掉了 然后他自己去公司 公司老板对他说 不好意思你当初应聘的那个部门 整个部门都已经被裁掉了 于是他还没有上岗就已经光荣的失业了 他也很理解老板 毕竟老板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老板需要承担的责任更重 但你知道吗 普通人眼里的危机和寒冬 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是难得的契机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了解非典的历史 来看一看什么叫做机遇和灾难并存 首先请大家看这张图 这是从1999年到2017年中国GDP的曲线图 从图上就能看出 从2004年开始 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反而开始直线上升 增长曲线的背后必然有新产业的崛起 正应了那句老话 福西获索福 获西福索一 非典期间 国内线下交易一度面临停滞状态 电子商务因祸得福 在夹缝中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要问为什么能够因祸得福 这就不得不提咱们的熟人马云统治了 1997年 马云创立了中国黄业 依靠着这个象形文字 夹杂着英文的野生网站 连接与世界的传送门被悄悄地打开了 受非典影响 许多外商因无法来华 门店交易量骤然下降 这时互联网的作用逐渐凸显 人们利用网络开始了线上交易 阿里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突破重围 业务实现了50%以上的增长率 非典过后 马云认为这种消费模式在未来的潜力非常巨大 于是马上创立了直面消费群体的淘宝 事实证明 马云在关键的时刻再次压队 截止2003年年底 中国在网上购物的网民比例达到了40.7% 比2002年提高了20.4% 说巧不巧 京东这个时候也正处在发展的萌芽阶段 非典发生之前 京东的雏形 京东多媒体在北京的声音一直顺风顺水 依靠着线下代销光盘和克鲁基卫生 京东多媒体一度做到了代理商中的王中王 并计划在未来铺设500个柜台 打造一个电子行业的国美 然而非典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一切幻想 仅仅21天 京东的账卖就流失了800多万元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把12个分店一一关闭 一直死扛着也不是办法 有员工就提出为何不适时在网上接单呢 老板刘强东一听 这个主意不错 凭借着自己多年记载的人气和名望 他把网络推销做得游刃有余 非典过后 尝到甜头的刘强东 判断中国未来会经历电子商务的大爆发 于是砍掉了线下业务 决定开一家电商网店 2004年4月1日 京东多媒体正式上线 这就是现在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的崛起故事 无数的企业在非典中倒下 马云和刘强东却杀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并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强力复苏 淘宝和京东的崛起 迅速促成了第三方支付的崛起 一个行业的崛起 直接推动了多个行业的繁荣 创造了无数个可以不用去公司上班 就能发挥价值的工作岗位 这是疫情中的商机 但是很少有人能看到 并且把握这些商机 非典期间 航空公司整体遭遇冷落 没人坐飞机出去玩的呀 但是顺风的王位 却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人流量的多少与航空的运驾成正比 借着航空运驾大跌之际 王位顺势同杨子江快议签下合同 成为国内第一家将民营快递送上天的企业 除了专机外 顺风还从多家航空公司签订了协议 利用230多条航线的专用副舱 运送全国范围内的快价 航空建设的价格当然不费 但是为顺风服务的时效性 提供了一大保障 通过租飞机的业务 顺风实现了全天候 全年无节假日的派送 凭借着租飞机这一创举 2003年以后 顺风每年运渐量的增速在70%以上 获得量增长形成了规模优势 抵消了包飞机增加的成本 如此良性循环 进一步巩固了顺风在时速上的优势 所以 普通人眼里的灾难 基因眼里的契机 着眼当下 新冠疫情刚刚平息 哪个行业又会迎来井喷石的爆发 你又发现了什么契机呢 感谢观看